小米的红外感应小叶灯 这个也是小米前几年出的 我也买了很久了 充电款 充磁电可以用 两至三个月 后边有个钩 可以挂 这个位置是磁铁 可以吸 可以是长亮模式 和感应模式 一般我是感应模式 晚上从那一过 它就亮 就这么一个东西 直接拆吧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整体没有螺丝 先试试文拆看能不能从这正常敲开 上盖全都是卡扣 其实我最讨厌拆就是小米的东西 全都是卡扣设计 17年第32周的产品 里面有6颗LED灯 然后中间有个红外感应模块 这个东西不叫模块 这个东西就是红外感应的探头 线路板背面 这边还有一个 隔壶用的板 防止 肯定它不是散热用的 应该是减震 里面就这么一个东西 和电池 是拔叉设计 3.7V的电池 电池这边带保护板 哎哟呗 后面有块磁铁 多大方安 电池上没有标记容量 小米的东西都这样 特别难拆 全都是这种卡扣设计 很难做到无痕拆解 哎 不过东西确实不错 我用了两年多了 我用了两年多了 最后还没想到